大華宴市的大店 大華宴市的大店 不像一般所說的大熊寶店 我们叫做普光明殿 它出自于华严经 那么华严经的普光明殿 长成什么样子 其实我们都没见过 但是呢 我们的设计绝对与众不同 绝无仅有 我们也非常出乎意料之外 当大殿完成的时候 我们发现竟然是在森林里 山面都是森林 前方有暗山 有远山 青山绿水 实在是美如美幻 这样的一个大殿 为什么说绝无仅有呢 因为在我们大殿里 它有三个曼陀罗在一起 第一个 太藏界 的基本结构 十三院续筑 第二个呢 它有金刚界的根本成神位 三十二菩萨在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把它立体化 它没有办法像爪哇的 这个破洛福图这么立体 因为在台湾寸土寸金 我们不可能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把它浓缩在一个大殿里头 在这里头我们从决定这块土地以后 我们就开始建构 这个佛像跟周遭的床帆 宝盖 天女等等 我们一共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去设计 这种金币辉煌 这种金币辉煌目前所看到的 它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我们还有十三院还没有完成 还有华眼的十方佛还没有完成 现在金刚界的内十六公外十六公完成了 宝盖完成了 五方佛千佛完成了 但是壁画的部分还没有完成 那还有三分之二的范围 但是光是这个三分之一的情况 就已经够震慑人心了 它的成就已经非凡了 我们还在努力中 这个大殿真的是不容易 我们当时是尽量地把它发展到极致 有这样的空间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运用 那么当初的基本构想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走位 我们一方面要配合政府的法令规定 符合消防安全等等 然后建筑规模尺寸 也完全依照政府的核准来做 那我们现在内装部分 就要按照我们的构思来完成它 这个祖佛不像一般的排排座 它是在中间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这样做 我们才发现到 我们真正要感恩的是 这二十几年来 默默地一再地支持我们 这个架构的心路历程中的 一切菩萨们 虽然有的已经往生了 来不及看到我们大殿的书胜与庄严 但是他们的功德都存在着 为了感恩跟纪念他们 我们将每年办一次佛妻 来做追思跟感恩 这就是这大殿的一个源起 我们当初的设计跟构想 一直到现在没有脱钩 没有脱离过 很完整地兑现出来 这是我们感到最欣慰的地方